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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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今天 我們要帶來的 開箱是 千職鍊自在置物系列的 王蟲 此款為 鬼才原型師 竹鼓龍之所作 本市的入手價為 台幣9000元 也因此這個月 提前吃土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此款王蟲 早在2019年的 吉普利的大博覽會中 以會場限定的形式 販售了200隻 因此造成了搶購風潮 價錢也隨之翻了好幾倍 現在終於也能以 一般版的形式購買了 而且顏色也改回了墨綠色 雖然公老爺的東西 價錢本來就不便宜 但也算是變得相對容易入手 在故事中 王蟲是居住在浮海裡 有著14顆眼睛的巨大蟲子 而且會主動對抗想 焚燒破壞浮海的人類 當憤怒的王蟲群體進攻時 真的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本次王蟲以大比例的形式推出 整體長度約為21公分 最令人興奮的地方就是 王蟲身上有數百個關節可攻把玩 而且眼睛還能以翻轉的形式 任意變換藍色與憤怒的紅色 不過這眼珠有幾顆很鬆 還有幾顆緊到難以翻轉 算是這個商品本身的瑕疵 而且眼球的光澤跟透明度 並沒有像官圖那樣閃閃動人 尤其是紅色的眼珠看起來混濁不清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甲殼的部分 表面的雕塑做得非常細緻 在靠近頭部的地方 蟲竹使用了兩個雙蟲關節 跟一個底部的球形關節 讓玩家們可以自由的調整蟲竹的角度 在中後段的部分 使用的關節就沒有這麼多了 綜合來說 這隻王蟲絕對值得收藏 但以9000元的價格來說真的偏貴 以我的觀點 我覺得大概只有5-6000元的價值而已 雖然整體使用了數百個關節 但可動度方面 卻沒有想像中的來得好 我也很難凹出像官圖一樣大幅度的動作 加上塗裝的表現 我覺得可以再做得更好一點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開箱 那我們下次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未來有希望開箱什麼玩具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See you